大家今天就在跟学生聊天 这个学生其实 他就是一般的一个情况 就是学习的一个状况 我们一般在学习一门学问的时候 总是会要求他有标准答案 所以这个学生 他在帮人家批命的时候 他就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他批对的当然是没有问题 可是他批错的 他批错的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批错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是要来叫我 给他一个标准答案 各位 所以他都一直处在一种 就是填鸭式的这一种的学习 来说到最后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像你这种学习 只会越学越糟糕而已 来批建民你好 为什么 因为八字 各位 你要了解 八字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八字没有标准答案 八字是因人而异 为什么八字会因人而异 因为 不同位阶的人 不同位阶的人 他会处在不同的生活圈 所以不同的生活圈 请问 同样之破财 他会产生一样的现象吗 在座各位 你的破财跟我的破财会一样吗 我们两个位阶不一样 李孟宏 李生言你们好 所以各位 你就会了解 他就是 认为 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答案 他每次来 就是被我念一通 我就说 你在学八字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都只会拼命的学 但是你却没有思考的能力 你没有思考的能力 所以你都学得很死很死 各位 不同的位阶 发生同样的组合 那又如何 不同的生活 我本来出现的一个情况 就不会一样 CY你好 所以各位 在学八字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发现到很多人 都是跟这一个人一样 他们总是认为 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各位 八字 你假如用这样子去学的话 你用这样子去学的话 你会很惨 周先生你好 你会很惨 我老实跟各位讲 对这一边有批过命的 你去问看看他们 其实同样的组合出来 难道大家都会是同样的情况吗 你去问看看 你可以问神话 你可以问 CA 林梦宏 你可以问他们 同样都出现破财 请问每个人都一样的状况吗 各位 答案当然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 他们每个人的生活就不一样 就算是相同八字 都好了 像我以前的战长 他就是相同八字 他跟他 那个弟弟 两个人八字一模样 两个是双胞胎 可是 他们两个生命旅程也没有一样 而且差距很大很大 要不要紧 差距很大很大 KB你好 所以 各位你就要了解说 其实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学八字 你是要 让客人来教你 并不是 你天下无敌 你是万事通 什么都知道 各位 这个学生 他就犯了这一种毛病 他认为学一个八字 就是天下事 都会知道 你学八字 你只是学的妈的 懂的金木水火土而已 你还会懂什么东西 你的生活却还不是就是那样 金子兰 KL 你们好 所以 各位 就不要有这一种想法 其实八字并没有所谓的 什么标准答案 你们这一些答案 都要透过客人来帮你们的 我会想你好 你批的客人越多 你接触的人越多 各个生活圈的人 你都会接触到 你这样子 你的八字才会学的广 才会知道说 其实 到底什么样的人 他会出什么样的事 这样子 你们在学八字 你们才会对八字产生一个 真正的一个 认知 就像我这个学生 他说 老师 一般人财运又没有用 我说 对啊 一般人财运没用 跟你一样 财运没有用 为什么财运没有用 因为一般人 各位 我们一般人都喜欢怎样 饿 你好 我们一般人喜欢改变吗 我们都习惯于安逸 这是我们一般人 都会有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习惯于安逸 可是各位 你要了解 给你财运 请问财运跟官运 哪一个是变动的 财运跟官运 哪一个是变动的 三个老婆的无畏熊 财运跟官运 哪一个是变动的 财官哪个是变的 哪个是安逸的 财官哪个是变的 哪个是安逸的 财官 来 赶快大家来猜看看 哪个是变的 哪个是安逸的 财官 不懂就表示你对八字不认识 对不对 你好 财跟官 哪个是 属于比较变动 哪个是属于比较安逸的 对啊 我们都知道 你问那无畏熊 哪一个就是 太爱去算计别人 就问你吗 这个就是变的 这个就是安逸的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你在工作职场 他就是一个平平稳稳 照规矩来的嘛 可是财 他是一个变动的 所以我们一般人 为什么碰到财运 比较没有效 我都跟你们讲 一般人 你假如批他财运 他其实他不会大富大贵 太多人财运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 他要做跟财相对的这一种情况 我问你 你做业务 没有底薪 跟哪一个月给你底薪 你会哪一个觉得比较安逸 当然是给我底薪嘛 那给你底薪的一个情况 那个就是什么 工作的 但是你假如是业务没有底薪 没有底薪的一个情况下 你就只有完全靠你自己 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就知道财的变化 他是非常大幅度的 所以为什么一般人 一般人破财是很有用 阿妈进财完全都没效 所以一般人 为什么财运 财运是比较没有用的 一般人的财运比较没有用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什么 都是在一般工作职场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比较没有雄心壮志 虽然 每天 每天都在讲什么 我要发财 我要发财 可是你实际上看他的动作 他就是不想发财 他只是想 那个有钱的感觉而已 可是要叫他去追求财的 这个过程 他是完全没有 所以为什么一般人 财运没有什么效 但是破财特别灵业 所以一般人 我们一般都看官 就是他的工作 他的官部好的时候 是不是他的工作上不稳定 不稳定就很容易会导致什么 离职 那一离职他就没有财了 他就没有收入了 要不要解 他就没有财 他就没有收入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一般人大多数都会的 看他的官 看他的官 财运真的在一般人身上 不容易展现 不容易展现 我就跟我学生讲 你批了这么多 你认为你 你下一注 你的运都很好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假如还是这一种学习态度 你不愿意动脑 永远就是错了 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你也不要去追根究底说 我到底是怎么样的错 那就直接拿过来 老师啊 为什么我错 每次我都骂他 我说你就丢一个八字过来 问我说为什么错 你自己怎么批勒 讲了几次 你都不跟我讲 各位 就标准的一个要答案 我就说你这一种情况 就跟看了我的八字影片 然后贴一个八字上 老师帮我看一下我八字 你们两个是一模一样 那是一模一样的行为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都会有的这一种的情况 就是只想要答案 各位 你要了解 像我这种的会给你答案吗 不可能嘛 为什么 因为我学习 请问我要找谁要答案 我就跟他讲 我都已经教你会批八字 你也会批 你为什么不从批命里面去找出答案 这个就是我常常会问的 你们都有一个问题 你们都有一堆问题来问我 可是你们明明都会批八字 你们明明都会批八字 为什么不去 从批命里面 把你的这一个疑问找出来 各位 你们为什么不会去把这个疑问找出来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学八字的时候没有老师教嘛 但是各位你们比我还好 那时候我连批命的一个规则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慢慢的去给他 找出来 所以 在学八字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比你们还要辛苦 因为没有老师 我的老师都是客们 所以我常常都跟你们讲 我都跟你们讲 你们都会批命的 那你们的问题 请你们从客人身上去找答案 从客人的身上去找答案 很多人 就是这一步 画不出去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批命的水平就停在那里 然后就开始变成是跟一般人在学八字一样 标准答案 老师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 请问有标准答案吗 假如有标准答案的话 我跟各位讲 人就不会有 所谓高中低之分了 有标准答案 有标准答案 就不会有这一种资分的 我常常跟各位讲说 八字 他只不过给你的是一个机会 而这个机会的大小 本身又是决定于你自己本身的条件 所以为什么我那个学生他说 一般人财运就没有效 很简单 因为你的条件就只有这样而已 你的条件就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财运来 就好 那一点点 了不了解 所以我一直在跟各位讲说 把你的能力提升 当你的能力提升的时候 各位 当那个运来了才会大 我之前不是有跟各位讲过 我有一个学生 他的一个朋友 他没有在工作 他就 那时候他来跟我学八字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老师 老师 我跟你讲 我最近一个朋友 他就 他都没有工作 然后 有一天他就在路上 就在吃饭 结果刚好碰到比尔盖茲 比尔盖茲就跟他聊了一下 然后他聊了一下 就跟他讲 几天以后来我公司一下 他就去公司 然后 就这样子聊了以后 比尔盖茲就决定把一家公司交给他了 各位 这个 我先请问你 假如在座的各位 你 比尔盖茲 给他对他机会 给你碰到了 但是 你的水平 假如没有跟比尔盖茲一样的时候 请问 同样是碰到比尔盖茲 人家是管一间公司 人家就直接给他管一间公司 你 可能比尔盖茲跟你say hello 下次再见 再联络 了不了解 就是这一种的差距 这一种的差距是差在哪里 难道是那个运吗 那个运他只会创造机会而已 真正还是要回归到你们自己本职嘛 比尔盖茲肯让这一个人管一家公司 他一定是认同了这一个人的本身的能力 不是认同他的八字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是认同他这一个人 不是认同他的八字 所以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 我们常常要跟你们讲说 八字 他你把他当作是一个附加的 当作是一个附加的 而是好好的专注在你自己身上 因为八字没有标准答案 所谓商官见官 人家讲的为货百端 也有米平四端嘛 你假如是好的那一面 代表了你是怎样 你是可以突破困境的 你可以创业的 甚至你是那一种危机处理小组的 但是 你假如你没有那种能力 你就是商官见官 要为货百端嘛 工作上 很糟糕 女生的话 感情上出一大堆问题 那就是什么 没有能力的 他就 变成这样了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同样都是商官见官 他是不一样的状况 要不要解 那是不一样的状况 你要把你的这个不好 这个条件组合要变成好还是不好 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身上 要不要解 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身上 所以八字本身就没有所谓标准答案 这个学生他本身他就是 简单的讲就一般的 然后他遭受了很多的一个挫折 他遭受很多挫折 他对 他本来就没有信心 那时候他来 他能来找我的时候 很好笑 他就说老师我应该要学什么 我说我哪知道你该学什么 你都三十好几了 你还不知道你该学什么 他已经是几乎做什么 什么都不得 得志的一种情况 甚至去傻不隆东的 去跟着人家要开业 要赚钱 也赚不到 赔屁股 所以各位 秘影就会了解 这一种一直 遭受打击的人 请问他会有什么 自信吗 不会 所以 他来跟我学八字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一直用这一种很负面的 这一种的观念一直在跟我讲 你就会知道 你就会知道 他就会怎样 一直被我念 然后我一直在跟他讲 你不要再用这一种方式学习 你就只是一个只会吸收 你不会动脑的人 到最后对他就很简单 不要跟他讲答案 叫他自己给我想出来 自己去动 要不要解 要自己去动 把这个东西想出来 这样子他才会正式的去思考 而不是永远都只是要答案 要答案 要答案 学10年20年 还是一样 不会 因为没有判断的能力 只会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一种东西就是所谓的死掉的学问 死学问 没有用稍微一点变化就垮掉了 但是各位 我们人的命运 有那么简单吗 就靠着公式 都靠着公式就可以了 我们还有很多外力影响 我说过 天人地还有风水会影响你 还有你自己本身 这些都会影响你 八字直播室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 了不了解 没有那么简单 然后随著你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 就算相同八字 机会出来了 每个人不一样 他所产生的结果也是不一样 所以各位 为什么 你们要把你自己提升 原因就在这里 要不要简 你们要把你自己提升 原因就在这里 而不是永远就在那边看着我的运 我的运 我的运 我说过了 假如这样的话 原本你是不知道要死的 现在你会批八字 我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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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变成只是在干嘛 等死而已 你不是要去创造你的一个一片天 你是等死而已 这样子更难受 因为你不知道死 你还可以快快乐乐 知道等死 我的时间到了 我完了 所以各位 这是第一个要跟你们分享 八字没有什么绝对的 没有标准答案 他是因人而异 原因是在于 我们每个人的风水 空间是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本身 个性 能力 手术的教育是不一样 他能导致出来的现象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各位 把运 你的八字当做是 给你机会跟没有机会 这样就好了 没有机会 我就不要乱冲 我去做我 现在该做个事 有机会了 那我的能力 才是决定这个机会 他可大可小 所以各位 平常没事的时候 不要 老师只会滑滑手机 了不了解 不要只会一直滑手机 有的时候 抽点空 来培养一下自己的一些能力 宿定 真的时间到了 就一次的大爆发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八字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所以各位 各位 再见 再见